你聽過最扯的離婚理由是什麼呢? 奇怪的原因可能有百百種 像是擠牙膏的習慣不同、電影嗜好不一樣等等 最近印度也有一名男子 跟老婆離婚的理由很特別 那就是吃太多泡麵了 這名先生抱怨妻子,每天三餐都只煮泡麵 出門也都只買泡麵回家 而且永遠都是同一個品牌 他覺得自己真的受夠了 也擔心會影響孩子的健康 於是到法院申請離婚,最後雙方同意分開 哇,到底是哪家的泡麵可以吃到離婚? 該不會是印度版的雙翔泡吧? 他們家買的,其實是在當地熱銷第一名的美籍泡麵 因為記憶點太強,法官還直接把這個案件叫做美籍案 那大家可以接受多久吃一次泡麵呢? 留言順便分享你最愛的品牌口味吧!